大家知道十多年前我曾经揭露过 潘仁美地产豪奖集团涉嫌巨额贵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为这事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压力山大呀 那个时候他们的力量好大 我们平常说利益集团利益集团 那是嘴上说说 你嘴上说你空泛去指 那你怎么说都无所谓 但是你要是把人名时间地点那个楼牌讲出来 那你试试压力会有多大 今天这些人他们是态度端正的一些 或者说老实的一些 但是当年那是气势汹汹 你不知道内门大炮 用最下流的北京胡同里都很少听到 那种下流的五光坑和密尿坑 结合在一起的各种语言 暴风雨般的猛测司马南 我依然礼貌相对 我认为这件事情不是司马南出于私心 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涉嫌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这件事情总有一天要解决 那今天我们对联想这件事情 他和地产好像集团 潘仁美集团那些事还不太一样 令人高兴的时候 潘仁美集团的事情现在都在找补 都在清算 因为解决问题总是有个过程 2012年到现在才九年时间 最近要开六中全会 很多事情都要慢慢慢慢理出头去来 当我们有些人感到特别着急的时候 那是因为你性子太急了 历史问题的解决 40年慢慢积累下来的问题 你就要一招一息全部都解决掉 太难了 2012年一来我们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该啃的骨头都让人啃完了 剩下都是硬骨头 所以要解决的是 过去想解决没有解决好 想解决没有条件解决 创造条件解决了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百年成就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十年的成就 这个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 对于这种感觉